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些东西不太是我可以直接比诊金讲出来的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才刚发生 因为像是今天主讲的卡达德的历程计划 这个东西大概是24小时前发生的 24小时之内甚至有不同的一些状况 我会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但是我还是希望跟大家沟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新闻或者是我们任何提供的资料 都是代表当下我所知道的东西 或者是甚至是当下的现况 有时候可能是那边改了 有时候可能是我后来发现有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像今天主讲的卡达航空 这个部分可能在下周又会推翻 所以其实我有在想说 我是不是不要这么早做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点重要 所以我先放 那这一次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我今天是16号礼拜一 我现在录音时间是16号 那也就是上的前一天 那我因为很多的关系 我今天一定要飞到冲绳 那礼拜二要开始飞 就你们的中秋节了 那我要开始飞这个日航的国内线 就继续跑银行这样子 所以就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但是我已经蛮久没有睡了 就在你们上一集听到 昨天那一集 礼拜一那一集 那集其实我在录音之后 我也没有睡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上的12点飞机 我晚上完全睡不着 很像是小时候第一次出国的感觉 但是不是兴奋 是有一种很哀伤的感觉 也不能说很哀伤 坦白说我就想说 我都已经这样子出国几次了 我为什么还睡不着 那我最近其实这个作息真的不太好 所以今天这一集状况 我觉得也不会很好 那我有稍微调控了一下 虽然不一定大家听得出来 但是我也会把今天节目的部分内容 放在下周 就是看这个紧急性 但是今天的内容还是会非常 我觉得会是最近几集 聊新闻里的最杂实 或是最硬的一集 因为今天几乎都是在聊里程 所以大家就加减听一下 那但是今天的内容我都蛮喜欢的 有几个我是不忍要抽换掉 这样子 好那我还是先聊一下 因为这个新闻我已经有点放弃 说我要压在什么40分钟以内 50分钟以内 我已经觉得我没有这个功力 要剪辑成那样子 其实也是需要一点点功力 那我显然是没有 你要听功力 你就去听我们昨天那一集 我们昨天在讲花旺所外加的part 2那一集 那一集后面他们整理的就是 哇我想说他们竟然可以用这么短的时间 两个人一起对话 然后可以讲出这种东西 我觉得超级强 如果没有听的话我真的建议去听听看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各式各样的方式 可以让either的节目听起来更好 或者是更有趣 那我自己 我知道有些人会跟我讲说 那你要不要找一些人 那什么的 但其实就没有这个人 你真的要这么高强度的录音 然后要跟我搭档 要跟我 就是这个其实1加1 功是会大于2的 那功效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而且坦白说 现在大家都听这回 大家已经习惯了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那种TEMPO 所以那时候这种改变 可以加一点外加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再请来宾来 但是 你知道来宾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件 可以长折很久的事情 那总之 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 那如果你想听什么样子类型的东西 你都可以来跟我敲碗看看 不管是你想要听的是很专业的里程机 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听专业 你只想听 例如说你有一个神秘的感情事件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都很好玩 因为我自己觉得 在一直聊里程一直聊旅游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我很不喜欢一直聊同样的东西 因为我其实不觉得我的专场在聊这些东西 但对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我都可以去涉略这样 那这一周因为也是iPhone的产品发表 那我会买iPhone 16 Pro或是Pro Max 我目前还不确定 所以这一周也会有一集是开箱iPhone的 那我们每一年都会固定有一个 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要硬要更新iPhone 好像要当这个3C达人一样 但苹果装置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换 所以这比较像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 就我每一年都会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器材的东西其实讲蛮多的 其实我过一段时间 就会讲一点器材3C的东西 不管相机或者是摄影的设备 或者是录影设备 其实都还蛮有趣的 而且我是全部都有 那这种人其实比较少 所以就这个装备 我是装备控 我这个装备 装备那是怎么讲 装备档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这个 以前都会有人讲说 其实这种业余的摄影师或业余的什么 他们的装备都是最好的 通常职业的装备还不会那么好 那我就是这种业余的装备非常非常齐全的这种人 所以就也蛮好玩的 因为这个玩具材的时候是蛮好 蛮有趣的 但是非常非常烧钱 但总之这一周还会有一个 限港的邮寄 限港的邮寄跟一些东西会在这一集上 那我最近也录好了一集 牙膏的相关东西 可能也会在这一周或下周放 反正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些东西 那再来就是说 最近的我觉得天气蛮怪的 像一个什么 比安卡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一个台风刚过 然后往上海飞过去 但是后面又有两到三个台风 非常非常的可怕 现在台风就是一个接一个 而且看起来每个都很可怕 真的每个都说来势汹汹 那因为我现在正在冲绳 所以你今天听到的声音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吵闹 或者是说外面的车的声音器是蛮大声的 我住这个饭店它的隔音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之后再来讲这间饭店的东西 总之 今天83集我们就要来讲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包含了例如说卡达航空的里程计划 那最近 不是说最近 就是大概在24小时之前 它就大涨了他们的税金 好 那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很久 这个东西可以讲一个小时没有问题 那我尽量快一点讲完 但我不太能舍去太多的细节 所以请大家见谅 你如果真的觉得卡达 搞不干我的事的话 你大可以是直接往后跳 可能我觉得有30分钟吧 因为这一段真的会非常的长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这个过去24小时基本上都没有睡 我就在网络上会要看东西 而且今天其实是我要准备做新闻的一天 我要开始慢慢的要开始搜新闻了 当然我平常都会搜 但是我就在网络上看到one mile time 突然在10分钟前 我看到那一篇的时候 10分钟前说卡达 他把他们的税金直接double 其实蛮少人会使用这么强的字眼 就是说double这些fee或什么的 而且double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因为卡达的税金 如果你正常看下去的话 其实也不算是低的 其实也是不算是低的 但是你这样double 就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po了这个文章 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好是醒着 我很惊讶 我很惊讶 我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最近我自己有燃起一些要讲卡达里程计划的一些提心动念 包含有个听众想要听 然后再来是说 其实我卡达我也算是压蛮久了 因为卡达其实从去年某一个时间点 大家在讲维珍跟阿拉斯加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还有一个卡达是 这个怎么讲 是一个遗珠 但是是一个普遇啦 也不是普遇就是很少人去玩 但是他还蛮有趣的 所以有问我的听众我就会贴给他一些东西 我建议他可以去看的东西 那当然现在随着时间去变化 他们别人的文章可能也是有一些差距 但我自己也有比较懒惰的去写一个新的文章 所以可能会把很多卡达的东西都放在这一集里面 理论上聊新闻不太会这样子做 聊新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的这样子聊过去 但是如果 因为我预期卡达航空还会再改 我预期所谓的再改是说这个税金可能不是一次改到位 因为他们有一些历史就是他们改了之后 然后又收回去收货之后 然后过两年又把它改回去 很奇怪的一间航空公司 所以我觉得就节散节走 然后就讲一讲 如果今天到哪个稳定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要不要介绍 这个里程计划 但其实这个里程计划该讲的亮点 我都稍微提过了 就是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短程之王 好那不管我们就先 你要不要先听历史还是要先听结论 先听历史还是先听结论好不好 先听结论就是说现在虽然大涨了一些税金 但是如果你今天使用卡达航空是兑换短程机票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跟你的关系并不大 就是如果你用卡达是换短程 那你影响不大 但如果你用卡达是换长程 包含他们自家的商务舱 头等舱这种东西的 你越长程你会被收到的税金是非常非常高 最高可能会多个 6000块8000块9000块台币 非常恶心喔 我觉得非常非常恶心 那恶心到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卡达本身对我来讲它的优势其实就是 它兑换的标准可能有些是蛮甜的 尤其短程那长程的话 它可以去兑换自家的卡达商务跟头等 其他家不管是AA还是BA BA可能点的到 但是AA或者是阿拉斯加基本上不会点的到卡达的商务上以上 也就是说你想要搭卡达自家的它就是锁在自家 那因为Avios是一个共通的货币 所以说你可以从芬兰航空进 或是从英国航空进 然后再转进卡达 因为卡达基本上是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取得方式 那芬兰航空包含 什么声音 外面的车子 芬兰航空包含我们在 我们在上上周有讲说 你每个月可以进6666的那个芬兰航空码变成大奖的 然后再来是说你英国的英国航空的Avios 订阅质 其实你也可以进到大概0.4左右的单价 的Avios 所以卡达航空它本身在买点数 或是芬兰航空在买点数 其实都不是太别的像 我自己不觉得Avios是应该要花0.5066去买 没有给它的估值在0.39-0.4之间 那你就不应该超过这个太多去收Avios 那但是呢 你这样子转进来之后你说很聪明啊 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在这个里程里面互转 而且他们没有上线 卡达芬兰航空跟英国航空Avios 都是这个货币都叫做Avios 而且他们在计划 这三个计划互转是不会有任何的 怎么讲 你是没有限制的 不会说你今天只能转10万10万10万 不是那就是你这样转个80万 大概都可以转进去 就是一个你可以把水这样随便倒来倒去 那其实这个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但是这个三个计划 对于每一个不同的航线的税金 或者是所需要的里程都涨不一样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猎奇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家都用美金 但是你用美金可以买到的东西不一样 有些地方像在英国航空这边 它是你可以用 而且英国航空我真的不知道它的优点在哪边 就是 我有看过有人在推说 这个用英国航空去兑换某些航司的票 但我想说它所需的里程其实也比较高 最近也比较高 我其实看不太懂这个操作方式 那大概分航的话 有可以兑换自家 他们兑换自家的这个有些航线 例如说从亚洲到北欧 或是亚洲到欧洲 其实都蛮便宜的 那你偶尔可以看到 那甚至还有一些是国泰的票 再来是卡达卡 它就我自己比较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跑短层的人 我非常非常常跑就是亚洲 那对我来讲我需要一个短层之王 我除了要阿拉斯加以外 我还要维珍大象公 维珍大象公好 现在是没救了 就是对我来讲 那些地方我不会去了 但是呢 现在这卡达其实就可以弥补一些这些部分 那当然这卡达其实有它的缺点 这我们在这一端都会讲的会蛮清楚的 所以就是说Avios这些集团 Avios这些使用他们的这个里程计划 或者航司 其实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优点 但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优点就是 流动性高 或者是说 不是流动性高 就是可以互通 好那这样子一直以来 其实我都比较不会去讲这个里程计划 因为我觉得有点难 我真的觉得有点难 如果我们今天要使用卡达航空 我们这样说 我们今天要去兑换卡达航空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式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可以直接从线上开票 但是线上开票分两种 不对 其实分三种 第一种是网页版开票 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分 好 来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 你对于卡达航空怎么换的话 我在这里有一个延伸阅读 你可以去看延伸阅读 我只有一篇延伸阅读 其实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其实卡达航空的当中有很多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李先生 就是Mr. Miles 这个应该是香港的吧 那他们写的是还不错 可能是香港的A架之类的 他写的蛮清楚的 他也画得很清楚 那可以这边有写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换机票的话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在网路上 网站上直接换完 第二个就是在APP上面点完 这两个其实有时候查到对应部是一样的 非常怪 我个人认为很奇怪 那他有交集 也有没有交集的部分 我觉得卡达IT也是有点问题 那再来第三个可能就是Live Chat Live Chat就跟你用微信一样 但他Live Chat的好处是他叫得很快 你不用在那边用特别的网站 然后点下去 然后在右下角按下去不用 他其实非常非常好找Live Chat 而且他接通速度非常的快 我每次都是两分钟真的接通 而且他们回复速度不会 你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在一打十 或是在脚踏十条船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说他真的很认真在对我 他真的是查满快的 那这是我自己的感想 但是有些人说他查票 就还是查了一个小时 但我不太确定 因为我每次查票都还好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查查 然后我就去跟他说 那我这张票就先 如果有需要再跟你讲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Live Chat 他们的Live Chat是满好用 而且他们都会留记录 这记录在对话结束之后 都会还会寄给你 寄到你的email里面去 所以其实整个来讲是不错 那当然还有一个打电话 打电话就打客服 打客服 那再来还有一个是 填网路的一个request 你要什么一个request 那这种通常是在 你兑换外加的时候 因为在卡达航空本身 如果你今天兑换自家卡达航空 英国航空 美国航空 应该都是可以直接 在网路上做兑换的 那一定会想说奇怪 国泰小剑你不是之前说 国泰可以用卡达吗 对 但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他们的IT 都还没有创好 那还有一个日航 日航是基本上 你在网路上是查不到票的 说可以 但是很少 或是说必须会是一个转机 例如说 我今天查了一个叫做香港 然后到东京 只有他到杜哈去转机 他就是一个香港杜哈 杜哈东京 然后后端这一段是日航 他会帮你拼出来 但是他们的IT非常诡异 我真的看不太懂 但总之啊 他们如果你真的要止出票 完全支援的 应该会是BA跟AA 那其他架像我们常用的CX 然后就是国泰跟日航 坦白说蛮雷的 坦白说是很辛苦 那你就会需要 去审秘一个这种表格 那这个表格 我是强烈建议你当做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服务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有这个东西 那我就审秘看看 我就丢看看 然后他会再过几天会联络我 对他真的会过几天再联络你 他可能会四天后再联络你 所以不建议 你直接 当做没有这个方式 你live chat 或者是打电话都比较好 如果你很怕你就live chat live chat直接打字 这样子我觉得是最快的 那这个我是个人是建议这样子 那再来是 这是这所有的兑换方法 卡达航空去兑换 那你去兑换他家里程票的一些方式 那当然他是还原一家 所以你可以兑换还原一家的其他的 这些成员 包含我们刚刚都提过的这些 有没有发现这一集已经完全走偏了 完全就是走聊里程 但我觉得就算了 就偶尔来一集非常非常重的 给大家承受一下这个聊里程的负担跟乐趣 有人想说这个握入歧途了 想说这不是聊新闻吗 怎么会聊里程 对我们这一段 我猜是会聊50分钟 我自己估计是50分钟 因为真的很硬 然后那再来是说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 这个卡达航空跟HR-Miles 就是亚洲万里通货是BA的一些比较 因为有时候不一定 不一定比较便宜 有时候不一定比较便宜 大家真的要去多比较 那反正你就可以把这个里程 直接转到BA去 如果那边比较划算的话 然后再来如果BA那边查得到票的话 卡达这边应该也都会有票 他们破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一样 我个人认为 但是这个东西 我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证据说 这边有两张 那边确实是有两张 但是其实BA看得到的票 其实算是蛮多的 感觉他花蛮多钱去 跟别买这个机位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兑换的方式 那一样我再讲一次 拜托不要去submit那个form 那个你一定会等个三天四天才会下来 那那个其实蛮辛苦的 我觉得online去的是一个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好那再来 这个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 刚刚是讲结论嘛 然后又讲了怎么对话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历史 历史 我尽快我简单的讲一下 当然Avios本身 好我不要讲到那边去好了 我讲简单 最更简单的一个版本 卡扎在过去几年有一些更改 改表 那它是最近几年少数是改表改好的一件航空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 因为它通常我们都是会觉得说 这个年轎会越改越烂 但是它改好了 它改好我反而觉得毛骨悚悚然 但是真的会毛骨悚悚然想说你要干嘛 你对我这么好你是怎么回事 那再来这个好呢 它也是也对我们大概一两年吧 应该有两年左右 就是你对我好两年我想说 哇我是不是可以跟你 这个许下这个后半生的一些结盟 但后来发现说 哇它现在突然 在这个昨天晚上突然就跟你翻脸说 我们今天这个燃油附加费 机票的这些附加费要涨价 我要涨价 那我等一下所有讲的这些附加费 我都会有语病 我可能会讲YQ 我可能会讲附加费 我可能会讲开票费 这个东西他们都把它 放在同一个费里面去 那我这边可能就会有语病 因为你知道在每个不同的字眼 它的翻译不一样 而且有些是包含另外一个字眼的 那我就是这一律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 里程票的税费 这边简单刻补一下 快速刻补一下 现金票里面 你现在买一张票3万块里面 其实里面可能有几千块是税金 可能有几千块是税金 但是呢 这个税金在里程票上面 你还是要付的 你里程票不是一个完全免费的票 即使你里程是免费的 你还是得付那个税金 所以对于完里程人来讲 税金相当相当的重要 就我们常常会讲说 现在燃油费又涨了 或什么东西的 那个不是跟你讲说 什么投资报名牌 而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开票 你会需要花钱很多 因为你现在开里程票 你还是要额外花 那个例如说 例如说今天这个YQ 它涨了六千块 你要多付六千块 它涨了八千块 你要多付八千块 这也是为什么里程 就是完里程人会哀嚎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在低今天的头条 原因是 其实这改非常非常的多 你想像 我举个例子 我自己在今年兑换的卡达航空 是从伦敦西斯洛 经过杜哈 然后再到香港 这样的一个班机 这样的一个班机 它基本上税费 应该是在一万块台币以下 一半块台币以下 那 再来是 它的所需的里程 我那时候换应该是12万还是13万 最多是15万 反正它们根据不一样的时间点 然后它也有一点点有点类动态 但是 这样简单念 我是一个头等加上一个商务的组合 头等加商务 然后AVIOUS 大概12到15万之间 我觉得是相当划算 而且我还进去了 那个 杜哈的 那个什么 卡达的头等龟屏室 那一间也是 我觉得那个是加持连程 那是一辈子 如果你是玩里程师 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地方 我觉得那个是相当相当有趣的一个地方 但总之我这样开完之后 其实我所需的 你看我 假如说我今天是 15万里好了 worst case 真的花这么多 15万里我们今天去 去用这个减速去兑换 可能0.4 这样乘下去大概是6万台币 6万台币在税金是7万 所以我7万换到一个商务商家头等长 这个是一个 还OK的一个deal 当然其实你有办法换到更低 你可以换到 我今天有看到一张票 大概是10万出头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花更少的里程序兑换 但是税金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付的 我玩里程票最讨厌就是这个税金 有些城市出发税金就很高 例如说什么 倫敦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 倫敦它起飞的时候 这个税金大概1万上下 我是觉得OK 因为我以为会更高 其实应该有1万2 但我有点忘记 但这个 如果我讲错的话 大家去查一下 其实就知道这个YQ要多少 这个离境水要多少钱 好那最后 讲简单一点 你今天这个东西涨了 你所需要的里程 也不会因为此而降低 所以它就直接对于 对换里程票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讲回来卡达航空 卡达航空虽然是改好了 但是它有改一些细节的东西 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那个豪华的 比较好premium的一些仓等 例如说商务仓以上 包含头等仓 它其实都是放给自己的Avios货币里面的人 所以大部分都是卡达 或者是 我们其实没有用BA去查过 但是基本上都是放给自家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 即使你今天满手的AA 或者是阿拉斯家 你说他们不是都是 还余价 我应该可以换到 没有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某物价 你就好好累积他们家的里程吧 或者是你很常用 我就觉得你还是要累积一下 因为现在都是这个趋势 就是自家混票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有发现 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 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CP值最好的里程计划 反而是一个最稳定的 或不是你最长搭的 那它随时可以拿来救急的 我是觉得蛮重要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念 因为我被救很多次 所以 现在可能不是说什么 你一定要用一个最低的里程去兑换 你要有票才行 有票才是王道 你今天如果今天是一个很低的里程兑换 即使是一半手续的里程 但没有票都是百大 所以本上来讲这个很重要 那这边像在换育一家里面 AA就是美国航空 这个 然后还有阿拉斯加航空 他们的税金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收这个人 这个机票附加费 然后根本就不会收这个东西 所以你在换育一家 就是说阿拉斯加换行李的时候 你会想说那个税金怎么这么低 那税金可能就是1000块台币以下 这非常非常低 原因是因为阿拉斯加是没有在收这些附加费的 所以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一个里程计划他可以自己去加钱 他把这个东西加 就是卡达航空你今天兑换其他家的他的伙伴 然后你竟然把这个钱加在说 如果你今天要飞国台加钱 你今天飞日航加钱 这样子 然后最后是谁收 其实都卡达这个计划去收掉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很有趣吗 你要把这个里程计划跟航空公司 是可能要稍微脱离一点想的 并不是说因为卡达航空怎么样 所以是卡达航空这样收钱 有时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那这样坦白一点 这个更改 调涨这些机票这些附加费 或者所谓的税金 就是他们要钱 就这么简单 只是动作很丑而已 为什么怎么说呢 因为在24小时 大概24到36小时之前 他们就直接调涨了两倍 他们就把一个可能原本 如果你是税金 税金其实那个里面有拆很多很多很多的细项 然后我这边不讲 因为那个细项非常非常的难 你可能要去学一点票物 那如果他今天原本可能税金是200美金 他直接乘以2变400 所以你一张票 你就足足多了200税金的一个成本 那这个对于里程票来讲 我多了6000块很贵 6000块很多 所以对于里程票来讲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这个对很多人来讲说奇怪 那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在网路上就是在一群 大家就会讨论吧 那像Flyer Talk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threads在讨论这些东西 然后就蛮长的一个在想说 我今天查那个怎么是这样 这个怎么是这样 这以前税金不是长这样的 为什么一查 结果税金突然变高了 太可怕了吧 这事情太恶心了 这个确实是造成很多很多人的讨论 然后One Mile Time 还有一个Loaded Lobby 其实都是第一时间有把新闻给po出来 但是他们在po完之后 我看到之后 其实我进去查的时候 那个数字已经跟他们上面写的不太一样了 已经不太一样 并不是真的是double 那所以现在 现在已经 好像疑似应该是已经找到一个 卡达好像搞到一个稳定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卡达到底是来试水温的 还是说来看看自己IT 还是说我好好奇 我的里程计划多少人在使用 那所以我来搞一下大家 然后让大家大呼小叫 还好还好 就很像我一样 没有观众听 然后就有人说有我是人 我觉得卡达航空可能在请乐 没有开玩笑的 就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他的这个操作是相当相当的诡决 而且就不符合场地 那当然他有个符合场地 就是他欧美的这些低层计划 是说改就改 你一醒来就改 甚至像我失眠他也是改 不会管你说什么 我们三个月后再做 这只有亚洲才会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要一再提醒大家 因为你要把别人推坑 你要知道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坑里面的风险是什么 就像这种东西 你突然涨价 或者是他是调的是附加费 但是一般来讲涨的贬值 就是把所需里程调高 其实这也是一种 可以让你的货币直接贬值一种方式 所以坦白说这个里程计划 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 就像在玩的时候 你虽然也拿到了一定的 一定的优惠 或者是你一定的折扣 但是你基本上 你要自己谈这个风险 而且庄家不是你 你不是庄家 你只是一个陪玩的 而且你没有一个权利可以说 你没有什么权利救济的机会 你也没有说什么 你一定要三个月 消保废消机会 没有人理你了 这个不可能 所以里程本身就有这种特性 所以你要玩你就要玩得起 有点这样的感觉 好那这样当然是讲的有点远了 就是说卡达航空 当然在过去来讲 很多人都还是一样 就跟我一样会去拿去对换卡达 这种比较premium的一个仓等 那在卡达航空突然把税金调成double之后 他们又突然调了回来 也不知道说这个是 你知道ite自然发挥 还是他们神秘的操作 那现在的状况呢 跟大家来聊一下 那根据one mile time 这边他有讲说 如果你今天从马雷 也就是从马尔地夫 然后经过杜哈到迈阿密的话 你现在要额外支付250美金的兑换费 250美金哦 你想你是从马尔地夫到多哈 然后再从多哈 多哈杜哈到迈阿密 你要多付一个250美金 快一万块台币 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其实一张里程票手续的 我刚刚我刚刚举的那张 其实是商务加头等 所以他手续里程比较高 但你想想看 你一张手续里程 你这样涨可能也是一个十几二十趴 十几二十趴 而且是 而且是 而且是你不管你是兑换哪一家 你兑换我们自己家的 例如说卡达自家的 你要加 你兑换其他家他也可以加 因为你是用我的里程计划 我要加什么 就可以直接加到水晶上面 非常非常的霸道 再来是雅加达经过杜哈 然后到纽约的商务舱 现在也要支付250块的这种 redemption fee 这个兑换费 那再来是另外一个例子 是芝加哥飞往杜哈的商务舱 那你还要再额外支付200的兑换费 这个比较短一点 你会发现它是从美国到中东 它比较短一点点 刚刚都是有在凹一个 例如说雅加达或是马尔蒂夫 那再来是博斯到杜哈的头等舱 现在要额外支付200美金的一个兑换费 再来是法安克福经过杜哈到曼谷的经济仓 你还要再额外支付90美的兑换费 好这个我相信到这边大家已经快要发疯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都涨 那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如先讲讲看以前他们怎么收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是调涨还是说无中生有 其实这个东西算是调涨 以前他们是有这个东西的 那根据Loyalty Lobby的一个文章 那你可以直接看这个新闻里面 我有放在发生什么事的1234 那第四篇 第四篇就有写到 这个就是Loyalty Lobby的 Katar Airways ORV policy switches from segment to descent base 这个是说他们原本是这种一段一段的去计算 例如说你今天有一段什么舱等 那他就给你加一个 例如说 其实是不用例如 他真的有一个价格 经济舱35美金 商务舱70美金 投稿商100美金 他就给你加上去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段投稿上加一段商务舱 恭喜你就是170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segment base 你只要算你有几段 然后是什么舱几岸 就这样算完了 但现在改成Distance base 那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飞得越远 你要复活越多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我的有趣其实不是好的意思 因为坦白说 我对于其他家的里程计划 他们怎么样去收YQ 我是不太理解的 我偶尔会点开 但是里面都是文字添数 都是天书 什么机场的附加费 机场的维护费 然后有时候还跟你讲说 什么是什么 什么一些环保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想说这个东西怎么都可以加上去 但是如果你认真去点开你的税金部分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例如说机场 或者是日本 例如说日本 你要飞日本可能至少就有三个 跟日本有关的一个税金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避免说去一些 比较高的税金的一些地方 就是为了要省这么一点点钱 或去一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原因 那Loti Lobby在这篇文章里面有说卡达有些声明 卡达有自己有声明说 这个我念中文好了 卡达航空自己的这个里程俱乐部 那现在已经把这个兑换卡达的 卡达航空奖励航班的奖励费用政策 从基于航段的模式变成基于距离的模式 那即日起生效 我们有几条最受欢迎的短图 和中程的航线 奖励费用以减少高达15%或保持不变 而其他的航线奖励费用则根据旅行而增加 旅行距离而增加 所以大家听得懂了吗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有些有变便宜 有些不变 但是其他都增加 所以你要听什么 你就是要听那个但是 不是后面那句话才是增加 所以其实整体还讲 他也知道他在增加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减少的 我目前没有找到 我坦白说我目前没有找到 但可能有吧 那就要非常非常短距离 因为你毕竟是distance based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目前看大部分 你会用卡达去兑换的所有的航线 要么就是持平 要么就是长上去 尤其越远的长越多 那这个东西 我先讲到这边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改 有人想说小杰你说他先 他有这个过去有些记录 他有什么 什么两年内 然后改过来之后 一两年后又改掉之类的 然后就是把一个东西改二 然后再改好 再改二再改好 很好玩啊 你知道他们的改 他们的改法并不是说什么 我要这个十分逼近法 先掐你 先轻轻的掐你 在中度掐你 再用力掐你 不是他先用力掐你一下 然后再放松 然后再轻轻掐你一下 然后你想说现在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很逗 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的逗 但总之他们这个税金其实都提升 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这边其实有列了一些 简单的一些数字 例如说从LAX 就从洛杉矶到杜哈的话 那现在兑换费会多200美金 如果你今天从CDG 从巴黎到杜哈的话 你的兑换费会多108欧元 它距离相对比较短 但108欧元还是很贵 阿布达比 阿布达比到杜哈 阿布达比到杜哈 基本上就是隔壁 你要多花63美金 如果今天是杜哈 然后到DPS 就是巴黎岛的话 你要额外多付60亿美金 但是这是经济仓 所以它也是 它是一个discipline 但是它也会分长等 大家懂意思吗 它既是discipline 它也是这个 这个跟每个商等会有不同的收费的概念 那杜哈到奥克兰 杜哈到奥克兰的商务仓 你会需要200美金的一个兑换费 所以不太确定200 是不是一个神秘数字 就是今天超过某一个数字 到某个数字就是200 它也没有公布表格 这个时候我不太喜欢这种的原因 因为你也不告诉我 就是你的表格就是几米到几米 它就是多少 你就这样子随便这样子传说 我今天长老条了 就是你有个内部的表格 很怪嘛 你就把这个表格放在网络上不就好了 那我就会直接去抄表格 然后我就直接开始算距离嘛 那我们就会有这种风子会去算嘛 那现在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花这么多时间 在研究这个东西吗 因为我要一个一个去查 而且卡达不是最好查的网站 什么C0是没有支援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被搞得非常非常的烦 我坦白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烦 而且我知道我短期之内不会飞卡达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 所以就有整理给大家讲 我这个其实这个我花了今天应该要花三个小时 而且我是三个小时看完我之后 我完全没有产出你知道吗 就是我最近我比较少这样子 因为通常都是我看了一点东西 我可以生成蛮多东西的 因为我过去有些本 但是卡达航空第一个是 我本身对它的理解就是在短程 然后以及兑换自家长程 所以他们其他像他们这个 比如说马雷啊 我就去这个马尔蒂夫 然后再怎么样子 我知道有这个航线 我知道他们要什么机材 但是我就不知道原本的价格多少 你懂这个意思吗 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明文告诉你说 我涨了多少 他就是网路上网传在涨多少 你就觉得很烦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 你直接告诉我们说 我们拿一个航段涨多少 或者是你给我一个比率 例如说这个从 这个从30%到80%的都有 那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就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讲 然后就是在大家讨论之后 才有一些共同的结果 所以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别人肉侧来的 全部都不是说什么 啊我今天去这个卡达航空官网 然后看到的 非常非常的讨人厌 那当然这边 我自己就还是测了一些东西 坦白说我在做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想把自己给掐死 因为我做这个东西 写完之后 我就知道这集会砸掉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查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织上面的情境的 一些测试的情境 我先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因为我要有所本 我要告诉你说 大概我现在发现的东西 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我要免责 我会写这么清楚 就是因为我要有所本也要免责 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隔天就改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下周就改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奇怪的事情 我们今天讲出来了它就会改 当然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听我们这个节目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有时候写出来就是一种赌博 就是一样又是那个创作者意思 那个言论 但我们今天不讲那个 第一个创作 今天这个测试的情境一 是如果你今天使用APP去做开票 APP去做开票 然后再来是开洛杉矶到杜哈的卡达商务场 那这一个航线是确定是有调涨税金的 这个情境一 那为什么会写这么细说用什么东西开票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有时候你在电脑看得到票 你在APP上面不一定看得到票 非常非常的神秘 那我这边会计是白板 所以不会有什么 我看得到你看不到的问题 全世界都是白板 所以没有问题 这都是我自己账号查的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测试情境的一 我都有框起来 框起来这个东西就是这次调整的内容 调涨的内容叫做Career Imposed Fee Per Passenger 那下面有一个YRVB 我告诉你YRVB就是这一次的 就是这一次的远凶 那如果你在某些图里面 你会看到的是Redemption Fee Redemption Fee是 我告诉你 在24小时之内 他现在把这个名字改掉了 你知道吗 他在24小时 原本叫做Redemption Fee 这个YRVB原本是Redemption Fee 他就直接摆明 就说我要赚你这个开票费 后来直接改成一个四个英文字 我想说妈的有够见 你知道吗 很见 所以现在他就叫做YRVB 那你可以直接看那个搭框 叫做Career Imposed Fee Per Passenger 那像这个LAX到DOH 就是到杜哈这个 从美西到杜哈200美金 你会被抢劫啊 那原本这一段的话 因为他是商务舱的卡达 所以商务舱卡达那是单程 应该是70枚左右 应该是70枚 他现在涨到200 好 那因为我没有before 所以我这就很讨厌 因为我根本没有before 所以我只能用他原本给的规则去做计算 好来 第二个情境二 情境二是用APP去做开票 那从杜哈到香港 杜哈到香港 那杜哈到香港的话 这边呢 这结论是有调涨税金 一样是卡达的商务舱 这边是有调涨税金 那我们这边直接往下看一下YRVB YRVB这边是440的卡达币 所以这其实也都是有调涨的 大家就是自己去看一下 再来情境三的话 情境三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前两个 我们已经 前两个其实我就已经证明完说 我就两个最简单的证明完说 这一次的东西是有调涨的 但我其实没有before 所以我只是贴给你after 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怎么看 你要怎么样看 你才看得到税金 你就是要按到将近最后一步 然后把它税金那一格东西点开 坦白说它税金非常非常的不好找 所以你要稍微摸索一下 反正你没有刷卡 这张票都是不会过的 所以不用紧张 如果你真的很不确定 你今天这张票 你有没有被收到 这个Career Imposed Fee Per Passenger 你就是点开来看 然后我都把你框好了 你就认真看一下 好那这个 而且我是连APP版 跟桌面版的都有示范 再来情境三 其实情境三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这也是我为什么之前 会把卡达压油1.9 原因是卡达一直以来在开 某些航线是有点奇怪的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情境三 线上开票 这个线上开票是指的是 网站版的开票 香港 然后成田的国泰商务厂 后面有一个结论是 没有开票费 没有YQ 这就是 这就是听到 我个人觉得是听到赚到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 我就是 就是压得很久的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它上面所需要的 来香港 香港成田是 22000里的商务舱 22000 Avios的商务舱 它税金是多少 大家仔细看一下 行径3的第一张图 335港币 335港币来数算一下 乘以4或4.5 我们就乘以4就好 乘以1000多 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问题吗 那你想说 哇好便宜喔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就点进去看 我们就把它点进去看 你就开始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Fair Breakdown 如果你用网页版的话 你点到最后 会有一个叫做Fair Breakdown 你要先填好你自己的旅客性名字 才会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Breakdown打开了之后 你会发现 好它显示Avios 然后又显示Cash 然后又显示Service Fee Service Fee Service Fee是零喔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Texas 就是税金们 还有这个Carrier Impulse Fees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是被灌在数字 就是灌在Carrier Impulse Fee裡面 好那你就看到里面 全部都是香港香港香港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你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税金 你没有看到任何的 例如说Redemption Fee 或是刚刚那个Y开头的 四个很邪恶的英文字 没有 所以你有发现神秘的地方 这个就是情境三 自行去体会 情境三 因为 因为我当然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地友 那我就去看一下银行 就转头看一下银行 所以这些银行的一定是选少的嘛 税金呢 怎么卡达兑换同一个航线 它既税金又少 ABS手续又少 好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试一个东西 叫情境四 医药线上开票 我们都是用电脑板开票 那成田香港的这个 就是倒过来了 就是回程的国泰商户舱 因为回程的话 有个什么问题 有税金的问题 不能说税金的问题 你从东京 应该说你从日本起飞 这样发回来 我们这边都查单程票 它本身会有税金很贵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边已经讲了结论 如果你今天线上开票 成田香港的话 国泰商户舱是没有开票费 也没有YQ 这是结论 但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一样我们breakdown这个fee 这个fee 我是没有全部点开来 但是它的fee是4160 JPY 4160 JPY 这个我是没有解好图 但是4160 JPY是多少钱 台币 也是1000块 所以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这边它的YQ也是没有进来 那YQ竟然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BA 因为BA是你必须要付YQ的 你必须要付这些税金的 所有的税金整包 你都要吃下去 那你整包吃下去的税金是多少 3199 BA BA这边你要用32500的avios 加上3200的台币 你才能把这张票给带回家 商务仓 我们这边都讲商务仓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卡达 这个要多少里 22000里 税金多少 4160 但是是日币啊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又没有收到那个东西了 好生命的事情又发生了 奇怪怎么又没有东西了 好那当然是青青五 青青五是有onlinecheck开票 那他这个东西比较特别 我先解释 为什么这一段要onlinecheck开票 你想说哇小杰 你刚刚好像找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了 好像找到一些点可以一直打一直打 但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 或有些东西你就是没办法遇到 那就是NGO跟就是明古屋这个行点 那明古屋跟台北这个行点 在app跟在网络版都各自有其障碍 你会没办法找到 这个行点发的国泰的这张票 好那但是呢 我就想说那我来试试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onlinecheck 就是你直接跟online的agent 你直接跟他这个专员直接讲说 我要开什么票 那我就 这是我今天查的 我先说这个所有文章里面的东西都是今天查的 今天9月2024年9月16号 在这些锁信发生之后我去查的 好那这些东西 然后来看一下 他所需的里程是16500 这很正常 因为以他的距离来讲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对于卡达的这个距离你有兴趣的话 我会放一个这个他们距离的表格在下面 你自己去对一下 就在这个所有情境下面我等一下补一张 但是你看一下税金 23970 坦白说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 一定是从日本起飞的税全部吃好吃满 因为你们刚刚你还记得刚刚那个大那个 成天起飞的吗 成天起飞你只要4160的日币 你现在要23000 其实我这边连看都没有看就知道他已经吃到 他一定吃到奇怪的水晶了 那当然你可以问他说 你可以帮我把这个text去breakdown吗 这fair breakdown 你看可不可以 请他告诉你说里面有什么细节 那如果你又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这个 歪开头的四个英文字母 那你就知道说你这边又中了 好那这个是情境的第五 情境第五测的这边东西说 这情境第五主要要测的是说 online chat会不会发生 会不会让我们可以闪到很多的水晶 那为什么要测第五呢 因为有些网路的DP说online chat 有机会会省到税金 有机会会省到税金 但是也有DP是说不会 所以我这边的猜测是两种 就是要观看这个专员帮你 查的是什么样子平台 如果他今天如果也是一样 就是跟你一样去信同点一点的话 说不定他遇到同样一个神秘的事情 他可能也进到一个神秘的黑洞 结果那个税金就不见了 那如果他是走线下或是其他方式去做开票的话 或许你就会吃到那些税金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在RAPOP这个东西 第五个大家就可以去 去好好的体会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也同样附上BA的代表 这个下面那个是BA的图 那情境6 情境6的话比较简单 我就回头车一下这个APP 因为APP其实 App真的有时候查票真的是有点怪怪 但有时候又查得到票 大概就是台北大阪 台北大阪这个国泰商务舱 国泰商务舱它一样又遇到神秘的一个 神秘的一个黑洞 那你就继续往下看 我们就把它点开来发现 Career Impulse Fees Per Passenger 0.00 怪了 所以一步做二步休 情境6这样子测 那我们情境7就反过来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日本出发日本这样起飞的 都会税金会比较高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好你现在知道 那在这个情境7APP开票 一样APP开票 改变的就只是头尾对调 从变成关西台北 变台北关西变关西台北 都是国泰商务舱 然后去看一下 没有开票费 你去看一下 这个最后猜出来 你发现说它没有开票费 也没有YQ 全部还是一样0.00 你会觉得很神秘 税金看一下 16500的Avios 加上4100的日币 4100是日币 所以我们乘以0.22888 1000块台币 你真的这样仔细算一算 它的税金是超级5D 包干便宜 好我这边简单的wrap up 我们这边就直接下面讲 这个目前确定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从这个航段的值 航段值 例如说一段 然后算多少钱 变成距离值 所以这个东西 很多的DP都已经佐证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已经跟官方去确认过 所以没有问题 第二个大部分都是涨价 尤其是中场层线以上 但是因为没有一个表格 所以不太知道说 什么样子一个miles以上 什么样的距离以上 它就是暴涨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你应该会想换的都会涨 那我们今天这个短的 你说什么台北大阪 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涨一点的 其实是有涨一点点的 那详细要等表格出来 那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你真的不信邪 你可以打电话看看 打电话 其实你会踩到税金 应该不会遇到 那个神秘的点 你不会遇到 那神秘黑洞 然后再来是第三个是 线商开票 还是有机会免YQ 就是免这些税金 免这个很奇怪的税金 我这边用的词是 还是有机会 因为有时候是没有的 这边线商开票 包含了网络 就是网络版的 web版的跟app版的 你都有机会 但我用有机会 因为我没有把所有的 我没有去换AA 我没有去换BAA 我只告诉你说 这个国泰的看起来 是有机会会遇到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你会 一定会有人问我说 那日航呢 我们来讲讲看日航好了 日航其实是百搭 因为目前知道要 触发这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0.00的 这carrier这些 这些税金会变0.00的 方式是 你在线上要点的出来 那如果你线上要点的出来 你发现那个 就是0.00的话 那就表示这张票 就是没有吃到那个税金 那就是这样 你就出了 出票就对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你在线上开票 包括网页版和APP版 都有机会遇到这个事情 但都是有机会而已 那如果你今天online chat 也有人有遇到过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 那再来你问我说 那小姐你打电话进去 你说我今天急着开票 我打电话进去开三张 我会不会遇到这件事情 有这么好看的东西 我会遇到 欸不会 好像听说是不会 所以目前一次要触发这件事情的 可能你还是要用线上开票 那线上开票 数字席多少就是多少 那另外一件 倒过来讲的话 我觉得倒过来的逆逻辑就是 你要先看看 如果你今天打电话进去 你要先确认一下 它的税金里面 有什么东西 你才会知道说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东西 那有没有机会躲掉 我没有一个定论 我没有一个定论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观察的就是这些航线 那这些航线是蛮容易踩到的 就是国泰的 比如说国泰的这些很多东西都踩得到 那为什么国泰才踩到 我不知道 我的合理怀疑就是说 因为他们系统还是没有完全支援 所以税金根本没上 对 所以理论和国泰 他们应该还是要从客服这边去做操作 但 somehow 你可以从卡达的官网 你可以从卡达的官网 而且你不用 你知道卡达官网里面会有那个 spend with avios吧 还是就是spend with avios 就是你可以把avios花掉 然后你就是可以去redeem 一个award flight 或者是什么的 那其实他理论上 卡达应该是 理论上你国泰的票 应该是要在一个叫partner的地方 一个什么partner award 但是呢 其实你根本不用在那边选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卡达用的这一边 然后直接去选 然后搜寻我们刚刚讲的 TBKX 这样子 它竟然会出来 就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某些神秘的事情 那大家就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低调 然后你自己去研究 我前面就不讲太多 坦白是说 我也不确定怎么样 才会怎么样 但我很确定某些点会 你就是知道某些 某个知识会碰到 那就是 继续用那个知识不就好了吗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继续发展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有好康的 拜托再来告诉我 因为这个会省蛮多的 这也是卡达 为什么会等那么久的原因 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在研究的东西 好 那讲日航 日航的话就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日航你没有办法用 它系统直接这样子查到 包含说你用它的APP 用它的web版就是电脑版 你基本上都查不到任何的 直接查 直查查不到这个 这个JL的票 日航的票 所以如果你要开JL的票 你要的处理方式会是 你先用ABIOS 你先用这个BA的票 你先用BA的这个东西去查 查了有票之后 然后进去跟这个 这个卡达的客服去问 也就是说你用BA当做搜寻引擎 但是呢你用卡达去开票 因为卡达可能还是会比较便宜 我先说可能喔 因为日航税金很高喔 你说日航如果那个税金没有免掉 你是会哭的喔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某一篇文章之前讲到这件事情 有一个某一个podcast有讲这个东西 那就是BIT 在EP427的时候 有一集有在讲说 实战开里程票的案例分享 它其实是两集 422跟427 那个时候我是帮我家人开 我是开日航 因为我想要去大阪 然后就是对 就孝金执行嘛 所以那个时候打算 就是我需要 我需要三张票 如果你真的想要看 我在兑换的一些思路逻辑 然后是网易版的话 你在JZTLK.tw后面 slashep422 就把你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的网址 都已经统一跟 当即的编号是编在一起的 所以你直接把EP多少 然后改成EP422 就会到这一张网织上面去 那这里面其实写蛮清楚的 而且根本就有对照表 我根本就把它对照起来 所以我里面对换的是 我里面对照的 甚至我用阿拉斯加 用卡达 这样子然后去 去 为什么这个图没出来 等一下有些图竟然不见了 有些图竟然不见了 还是有这种网络的问题 反正就是 这里面你应该是可以看到 蛮多 蛮有趣的一个东西 总结来说 如果你是想听结论的人的话 如果我个人认为阿拉斯加 可能换日航会比较好 然后卡达换国台比较好 我是目前如果是台日线的话 我是这样子认为 但是你可以去算算看 还有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让它爆出来 但是如果今天是日航 你就必须要填表格 或者是live chat这样进去 那你有机会是 还是要付这些税金 然后你也不妨 如果真的时间多的话 你可以多试几次 你可以多试几次 例如说这个人有这个税金 税金好贵 你就像下一个 税金会不一样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时段 去找unline chat会特别容易 找到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说不定晚上比较有机会 不知道 我乱讲的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在目前确定的事情 我们再讲第四点 那第四点的话 这边 是我引用 应该是flirtalk上面 还是reddit上面的一个文字 就是 It seems like QR has replaced fuel surcharge 或者是我这边讲redemption fee with a booking fee 就是 原本它其实有一段时间 就我刚刚讲 某个24小时以内 它在改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先用了redemption fee 或者是fuel surcharge surcharge 这样子 后来可以改成了textcode 叫做YRVB 好 那其实卡达就讲到这边 真的是讲了50分钟 我的妈呀 那卡达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听不懂 我觉得如果你看不懂 你听不懂的话 就去再听一次 然后配合这一集的网织去听 你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其实原本要讲卡达这个东西 在EP422跟422 EP422这边其实已经准备就是要讲了 就是你去看EP422的那边文章 那边其实就已经差不多要讲完 就已经等于讲完了 因为我都已经查完了 我用日本航空 卡达 英航 国泰 在阿拉斯加这五家里程的计划去查 同样一个行点 那同样一个里程 同样一个我要换的一个标的 然后最后去算了一下这个成本 然后发现说 什么样子比较好 那为什么会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后来会比较都推荐阿拉斯加 因为阿拉斯加你可以换第一个星云 你可以换国泰 你可以换 你可以换日航 而且他们的DEO 不一定是最好 但是不会查到哪里去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税金 因为这个阿拉斯加 他根本就不受这个YQ 而且他退改这么这么的佛心 这个其实都有一些原因 我知道有些人会想说 就是一些人把这个阿拉斯加 或是星云航空玩坏的 但是我们也没这个能力 我们也没这个能力 而且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这个资讯分享出来 这是我最近一些想法 那我用这个来做这一段的结尾好了 就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一些资讯分享出去之后 然后会造成这些东西会坏掉 那我后来觉得说 其实也未必 因为当阅读人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实力的分层会更明显 懂的人就会更强 不懂的人就会想说 哇真的好难 我就放弃了 就会变成 其实一样 就是所有的这种知识 或者都是常态分布 都是常态分布 有些很强的人 那他获得更多东西的时候 他就即使现在人数变多 基数变多 这个三角形变多 就是这个常态分布的这个图变 人口整体变多 但你在这前段 你就还是因为这前段 因为你 我觉得会在前段的人 就是他会不断的学习 他会不断的去经营自己 那会在后段的人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或者是就没有想要去经营自己 所以其实好像 如果用常态分布的想法去想的话 其实你只要一直把握这些资讯的落差 或者是一些资讯的来源 像是我们节目 或者是很多 其实有很多的节目 都有在做同样的事情 或者是电子报 我都觉得 如果你有空去找几个 这种东西去定期的吸收 你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优势地带 你才不会变成韭菜 但我觉得你愿意听到这边 你已经听了一个小时 然后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还听到这样子 我觉得你应该是 不太会露人后 我觉得 因为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 这也是我花非常多时间在找的 因为我今天全部都是在 这些截图都是我今天在挖的 就是为了挖这些东西 我花很多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enjoy 我原本要放给特定人士的 的一个 原本是要放在 应该 我就坦白说 原本是要放在会员转区 我原本是只要放会员转区 但后来想说都已经 都已经 24小前就要改了 那我就把它丢出来 因为 我觉得所谈那边也不一定有意义 但未必我们之后 会不会再做一个更直白的 或一个更密集的一个东西 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大家如果有希望想要听什么东西 你也是可以跟我说 那最后再提醒一下 里程它随时都会改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东西 或许在两个月之后 甚至在两天之后 它可能就不一样了 它可能最近又改回来了 卡达很怪 就真的很怪 说不定又改回去 说没有 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FOMO了 你知道很多人 就听到这种事情就要讨 就要讨 什么事情都要讨 到底是有什么毛病 我真的不确定 为什么大家每次都要讨 要讨 就赶快讨 那毕竟你还有分行可以用 对不对 你可以转去分号 你可以转去BA 你可以怎么样子 这个弹性已经很大了 没有 就这样 就讲到这边 好 下一个是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的话 这边是一个想要换口气的一个新闻 但是其实这个新闻也是蛮累的 这个是加拿大航空在最近 其实他们在这个飞行员 也就是我们可能讲机师 有考虑要发动罢工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加拿大航空这边的飞行员 他们认为他们的待遇不够好 那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隔壁家 就是美国啊 他们的飞行员 飞行员的这个待遇是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愤怒 非常非常生气 觉得想要 我这样讲有点细虐 但是就是 我觉得通过都有比较出来的了 但我也完全支持就是任何劳工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那我这边想简单的念一些东西 就是说加拿大航空和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协会 那刚刚就加拿大航空和加航ROG的 5200名飞行员达成了一个新的暂定合约 那根据描述这个4年的合约 它认可了加拿大航空飞行员的贡献专业以及精神 同时为该航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 所以这个条约是保密 那预计什么下个月投票完之后 然后回到加拿大航空的董事会批准等等的 那因为某种背景 那这个工会跟管理层已经进行了数个月的这些谈判 那这几天情况非常非常糟 那已经接近这个谈判破裂 而且政府也拒绝干预 就是决定不要来瞧了 那这个像跟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就是一定要出来瞧一下 那这个飞行员原本可以对罢工发出72小时的警告 就是在罢工这些72小时先警告 因此加拿大航空准备在未来三天内逐步取消的航班 因为202 并于2024年9月18号星期三完全停止营运 原本是假算要一路这样威胁威胁到9月18号 但是呢 加拿大航空呢就也因此可潜在的罢工 所以他们有一些这种 例如说免费的退改票 或是重新订票等等的 那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由于避免了这个罢工 因为这个新的合约关系 所以加拿大航空呢 在本周应该会大部分的航班都是正常的运行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简单的讨论一下 这个他国事务 真的是他国事务 所以我这边讲的 真的不要把它当做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听听就好 因为像我念的或者是我看的东西 可能他本身有他自己的一些立场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有些我的立场 那为什么加拿大航空的跟这个工会之间 他的台湾有些这些争议呢 因为其实美国的航空公司 他们的飞行员的新的一些contract 或者是他们的薪资都非常非常的高 应该说都大幅的在提高当中 那大家也知道其实在疫情之后 其实每一间航空公司 基本上都是创历史的在营收这样子 那美国飞行员现在的薪酬 应该都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高的 而且呢最近非常非常的缺工 就是就连机舌也都是不断的短缺 所以其实这个在任何地方的机舌 都是相当相当短缺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加入长工业 什么的这都是都是很好的时间 尤其今年应该 今年应该是台湾应该华航跟 跟整华航跟幸运 好像都有特别多家 多家议题去造这些机舌 所以如果你还年轻的话 都是可以考虑看看 那虽然说他们不太决定说 这个最具体的谈判的 就是说合约里面内容是什么 但是呢 加拿大 他们这边这个完美了 当然自己写说 但是我们知道加拿大航空 一直为飞行员提供 超过30%的薪资成长 并且提高退休性以及健康福利 但是呢 加拿大航空飞行员想要更多 因为他们看到了 美国公司的同行收入 根据工会的数据 联合航空 就UA的飞行员收入 比加拿大航空高了92% 但是10年前呢 他们差距只有3% 所以看起来是说 他们在这过去10年间 他们是完完全全是 薪资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据报导 加拿大航空飞行员的新合约 在4年内增加了19亿的加元 就加拿加币 那也是14亿的美金的价值 2023年9月到期的这个旧合约呢 增加了大概46%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靠了这个将近5成的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余并 因为合约不会是真的就写明说是几% 一定是这样子又那样子 然后最后加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数字 然后去摆平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沟通协调的结果 那最后呢 为了余 讲简单一点 就是为了这个避免大罢工 那他们在管理层这边 已经跟工会去协调了一个 一个新的合约这样子 那看起来是可以缓解加拿大航空 这个集市罢工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这边讲了这么多 其实你知道在Threads上面 那之前我们 我很久以前在Clubhouse上面 也有认识 算是认识吗 因为就是他们在上面讲 我在下面听的 这个法语大大 那法语大大 它本身是现在在这个 枫叶航空 就是加拿大航空去当集市这样子 那我就稍微念一下它Threads的内容 因为这是公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照念 那这边这个 其实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引用过他一些东西 但你可能不知道是他 那 我不认识他 我先说 我知道他是谁 但他也不会认识我 但是就是 就这样就好 对我不是在装手的意思 想特别讲一下 好那剩下不到7天的时间 那枫叶的基师 为准备要做罢工做准备 那基师的10年合约 已经过期了一年 总共36章节的合约 目前还有许多的项目 基师工会和公司 还达不到共识 基本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薪资制度的Pay Scale 我现在念的这个是基师在讲话 是这个 等于是劳方代表 是想要提高薪水这个代表 不能说代表的 其中议员在讲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可以听听看 那枫叶的基师呢 薪水分成12年制 薪水会照飞机的MTOW 就最大起重量来算 也就是说你飞越重的飞机 薪水越高 但是公司为了公平 让前四年的新人 不管抽到的是任何一个机队 都是一样的薪资 才不会让抽签手气不好的新人 有薪水不一的问题 所以说呢 他们把前四年的薪水呢 是做Flat Pay 也就是说前四年的薪水 大家都是一模一样 那像Five Dada 现在是787的FO 所以他这边拿了787的FO的薪水来举例 那就是说像第一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猜一下多少钱 第一年的薪水超级低 5万8 5万8加币 第二年6万4加币 第三年7万3加币 第四年8万1加币 这前四年呢 全部的机队都是这个鬼薪水 这这样的鬼薪水 我觉得这个薪水超级可怜的 真的是超级可怜 你不要忘记了 你虽然这样沉下去 你沉下去20几 但是这是在加拿大 这是在加拿大 这不是在台湾 这个钱在台湾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FO的薪水 可能是一个 不知道 我不想讲其他职业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蛮惨的 那如果你今天这个前四年呢 其实你也会锁住这个机队 就如果你今天选的就是A321 那你就 你被超到这个A321 那你就是会锁在这个321四年 所以就是前四年就是强迫齐头式平等 但是呢 齐头式平等的代价是大家都拿很低的钱 那第四年是821 第五年呢 跳到15万 15万加币这样子 那第五年才开始使用这些重量去做真的计算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 大家懂 大家有听得懂吗 就是其实他们的 其实他们的薪水是真的 真的是不太高 真的不太高 但他有没有一些加急 有什么东西 我就不太确定了 但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说 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 什么国外的外界 国外的机师 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去 这个花了很多钱去资讯 然后去当人家的机师 好像这个价格好像不太行 因为大家自己去资讯机师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个300 我还是下不来的吧 我觉得你真的只是拿到一个 可能 忘记叫什么 CPL吧 就是一个商用的 商用的这个 执照 那基本上你还是要去考这些东西 那你也不一定能够一定进去 所以 坦白说这个飞行路 有时候如果你是走资讯 资讯是蛮可怜的 是蛮辛苦的 好啦 那反正大家觉得这样 就是给大家一点点的小 就是给大家稍微一点有趣的一些资讯 大家不要太认真 说什么原来是怎样 或是原来是那样子 就是听听就好 那这个发育大大本身也是加行的机师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一听 看一下这个发育大大的Threads 它有时候会发一些蛮有趣的文 好 那我们还剩下几个大主题 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大主题 就是新语最近有点时运不及 难道这个东西 我原本想说 哇今天这一期就讲新语 就可以讲非常非常久 但前面主题真的是有点太大 有点太硬 所以这边我可能会比较简短的 讲新语的这些小状况 大小状况 其实有点严重 那我们今天先讲一个 最离现在比较远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 一周会有一集这样的新闻 所以上周报过的新闻 我们是不会再报的 当你每一周都听到某一个航空公司 出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你要怎么样去做处理 那这个我也只能讲这样子 好再来是这个新语航空 在9月10号 这个自由电子报 就发了一个 那新语飞大阪的一号 对不起 灯号异常 那原机折返 淘机 那160亿人受影响 那这个是在9月10号的早上10点 那JX822从台北飞往大阪的搬机 飞行途中因为这个航机只是登一场 所以返回机场检修 那这个应该是一架A3508 印象中没有错的话 那这个也是很有趣 那这边张国伟出席活动表示说 那个支配A822是新的飞机 仅一年而已 而且没有动过零件 是什么原因 造成还在了解原因当中 张国伟说 面对故障 这个乘客的安全为重 不安全不会飞 虽然造成课程不变 而客人的不变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好跟客人说抱歉 并且会尽力修复飞 那张国伟直言 飞机故障有很多 不见得是航空公司保养不好 买新机也可能出状况 波音空8的组装品质 也都没有过往的来得好 那张国伟观察 全球供应链的品质 都有下降的趋势 原因是很复杂 疫情后的供应链 也面对过猛的需求 所以可靠度没有以前的好 是且因为这个疫情 有很多既有的供应商已经倒闭 比新移植的供应商品质还不够稳定 这个是张国伟本人 他对于在350 又一次的正好异常的一些 一些发表的言论 那你也知道 我们每周机会上都有在报 星宇哪边出事情 那我们再来讲一些好的东西 第二个这个星宇的新闻是说 星宇打算明年要把重心 要放在美国线 那一样 也就是张国伟就说 明年的重心 全部都会放在美国线 全力拓展美国航线 并增开新的航点 东西岸都会部署 那外界预期明年 可能是星宇营运拓展 较大动作的一年 那星宇航空与这个什么 这个手表品牌 百年龄宣布 之类的 百年龄 对百年龄 然后宣布了什么一些东西 然后会后的表示 就是说要扩大航点 以及包含洛杉矶跟西雅兔都 都会增搬 西雅兔这边会增到 增加到每日多一班 什么叫每日多一班 西雅兔会陆续加到每日多一班 所以是每天两班的意思 我有点看不太懂这个 什么意思 那同样也在评估新的航点 那明年的布局中心 应该都会在美国 考虑哪些新航点 张国伟笑说 如果现在讲说哪些航点 竞争对手就会有动作 那美国主要的航点 都有在考虑 那包含纽约是一定要去的 那有一些达拉斯 修士顿都在评估 那其实各航点都有在看 那这边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这个 有一个 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听众梦到的 可能会是西岸某一个 西岸某一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点 那新宇好像也会插起过去 但是这个无法证实 所以就是大家听听就好 哪一个西岸的独家航点 我自己去拼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分析 那如果今天要非纽约的话 那3501000可能也是要赶快要进来 我觉得350900去飞 我也不知道 不太确定 我真的不太确定说 这个飞过去会不会 是不是要少载一点人 还是什么的 那这个就要等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 这个一些专业 所以就在等他们有些更进一步的消息 那反正明年应该会是 这个新宇航空拓展的 相当相当重要的一年 那再来是新宇航空的9月16号 又有一些新闻跑出来 那这个9月16号 这边其实是 其实就今天的 新宇拼明年底加入万威尔联盟 那估10月转一般版上市 那这是来自工商时报的一个报道 那他们的执行长呢 霍建 嗯 不是霍欸对不起 建华熊好了 对不起 今天透露 新宇将在明年底申请加入 欢迎一家联盟 明年底 2025年 那宇成员的航空公司在航班 我还在想我刚刚念的霍建华事情 与成员航空公司 航班时间客人转机 以及飞行常客等计划合作 那快速的扩大航点 以及打通任多二脉性更多 更多旅客 进一步 那新宇航空将进驻第三航下 预计2027年营运 2027年会营运 希望不要再漏水 那台北台湾机场 那有助于拉高班次 载客量带来国际航点的 吸的时间带 那新宇将积极的争取 届时将达 447架的一个机队规模 搭配航点 然后航班航点的双增 进入高速成长期 那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在针对 这个有点是 好像是股东会在讲话吧 那目前新宇旗下有24架飞机 每周的航班数237 预计在11-12月都会在各交付 各交付两架新机 预计明年周扩增至278班 那值得注意的是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点 新宇明年第四季将有首架的A350 1000科技开始交付 渴望新辟美东的航点 包含纽约等主要航点 所以是明年第四季 所以2025年第四季才会有A3501000 其实蛮慢的 其实蛮慢的 就不太决定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操作 因为另外一家长龙 他们应该是2026年 就会拿到A3501000 我其实不太决定 今天这个订单是压了多久 或是 为什么新宇其实蛮早就下这个订单 但是他们拿到时间这么晚 还是他们是希望他晚交机呢 会不会是这样 他其实也在想说 你就晚点再给我这样子 当然其实现在在疫情后的状态 其实大家都缺飞机 然后大家都缺人 有人缺料人缺什么东西的 所以真的会拿到飞机的时候 虽然号称是明年第四季 因为拿到A3501000 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就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那这个加入onewall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想要走得快 比想要走得快 如果2025年底就申请的话 那对于如果现在是insider的 或是现在是explorer的会员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 因为应该大家都会 就是续到2026年吧 应该吧 那第四个是新宇的法说会 那法说会这个我就直接跳过 再来第五个新闻是 我觉得很荒谬的 就看到我想说 哇这是语言解销号吗 但是好像又不是 就是鲜语航空联名乐视 推三款洋芋片 对乐视就是类似的那个乐视 然后他推三款洋芋片 抽日本来回机票 台湾大 台湾大半iPhone16抽美西 AI朝圣之旅 我念一下 因为这个太荒谬了 虽然这个不给我钱 我这念起来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他图片很荒谬 新闻航空吸一手 洋芋片龙头品牌 LACE乐视 瞄准旅日三大热门行点 包含冲绳大阪仙台 推出三款联名限定洋芋片 好 三款联名限定洋芋片 冲绳柑橘拉面 关西大阪烧 以及工程仙台和牛 9月18起全台上市 包含购买新品 完成脸书指定留言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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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还有16组的美西AI朝圣之旅 美西AI朝圣之旅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 我刚刚看到 我第一个看到他说 这个东西开三个行点 冲绳大阪跟仙台的时候 我想说 所以是他只会在某一架330上面 放这个东西吗 看起来是这样 这个组合看起来是330的组合 应该吧 330或320 但应该是330 你要放这个LACE 再放一个乐视 这个登机就可以吃这个洋芋片 这个 我觉得真的很荒谬 我觉得很好笑 变成 它就是那个航空界的7-11 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做完真奶之后 你还要会发扑克牌 你发完扑克牌之后 你还要去整队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要扑克牌 然后你还要去 现在玩钓鱼 想说应该是一个3A 然后跟你要 然后还有那个20K 然后也跟你要一个波额牌 你要记得 然后要记得顺序 你要记得 因为是核官嘛 所以你要发牌的时候 你要记得谁先的 然后什么卡等 你要谁先给谁 然后你还要最后 你可能出完饮料之后 你出完那一堆特条之后 然后再走回来 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都已经没有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这样子还要会道歉 然后现在呢 变洋芋片 变洋芋片 我觉得超级好笑 我看到这个真的觉得 荒谬自己 那那个 还有一个是 这个洋芋片竟然不是什么 胡同烧肉 我想说哇 你不是这么喜欢胡同烧肉吗 到现在都不改菜单 你为什么不直接出一个 胡同烧肉洋芋片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要烂不但 你要一直 一个口味吃到底 你就会一直这样子 就是胡同烧肉口味的 这个洋芋片 然后再加上胡同烧肉口味的 胡同烧肉 有没有很棒 好那这边有个限时 就是说9月24号到30号 针对这三条航线 它被发的一些航班 推出 我限时一周的幸运航班 全机都换上了可爱的 专属联名抱枕 这边专属联名抱枕 我再提示 我再告诉大家 一次是洋芋片品牌的 不是Snooby 不是Snooby的 联名抱枕 是洋芋片 是洋芋片的 这个联名抱枕 当班级的旅客 还可以获得 独家联名小圆扇 并品尝 该航线限定口味之 联名洋芋片 好 就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抽奖 什么东西的 很好 很有心 很有心 看到这个我就想说 哇 那个 新鱼很成功 你不觉得吗 新鱼很成功 新鱼可以 不是 你要怎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这个 这个感觉很像是说 你今天有一个 可能衛生棉品牌 然后跟我讲说 小杰你要不要帮我 就是放那片头 我想说你确定这个受众是对的吗 然后他就说 没有问题 我相信你 我觉得你的品牌很好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洋芋片 那发完牌之后洋芋片 洋芋片 下一个是什么联名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Snowbee联名 是很棒的东西 但洋芋片 现实联名 现实口味 不确定 不确定 这个牛蛇洋芋片 是长什么样子 我其实有点好奇 还是他这样就成功了 因为他让我好奇了 好不管 我们要讲这个第六则 第六则我先讲一下 新鱼的 最时运不计的 其实是这个新闻 那这个新闻是未被证实的 但因为我有 我有尽量去确认 所以这个是 蛮 这种东西 一样就是公关的问题 你跟公关已经挡掉了 那这种新闻都不会出现 那因为我们不是公关会 看的一个节目嘛 也不会有公关听嘛 对我们就是一个 这个八卦小报 所以我们就来报 一点八卦的东西了 那这是一个未证实的谣言 所以 听好这是未证实 大家就听过去 就当做你梦道而已 那就是9月14号 那有一个这个JX847 那这是一架A321neo 编号 编号 是这个Bravo 58205 所以是这个321的5号机 在桃园Go Around的时候 那疑似Tailstrike Tailstrike其实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oogle一下Tailstrike是什么 那翻成中文的话 就是机尾直接磨到底板 机尾磨到底板就跟你在 好不要举一些恶心的例子 就讲简单的就是 我们前一次Tailstrike是谁 大家记得吗 是LATAM 是LATAM 南美航空它有一架777 也是Tailstrike 然后那个图片是有 这个影片是有流出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 它的那个机尾在 跟地板直接摩擦 那当然这个就一定是 有一些失误嘛 是有些失误 那据说谣言可能是 在Go Around的时候 可能造成了这个 这个Tailstrike 就是机尾的摩擦地板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其实有点严重 从9月14号到现在 这一台飞机都还在休息当中 可能是检修 可能是怎么样子 反正讲简单一点 A31neo又减一了 又减一了 你知道 我看到这个我想说 哇好衰 你知道 因为 你 大家还记得 这个今天讲的第一个 这个大阪灯号异常 在飞大阪的时候 灯号异常 那是一架350 那前几周 350也出过市 330也出过市 现在又回来 又蹲回321neo了 坦白说 我认真地觉得 最近的新宇室出事率 是比较高的 那有没有被爆出新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我应该有蛮明显的 不是说我很先知告诉你说 我有警告你 而是 最近的航班变动 也都比过去来得大 那你说是不是这种问题 是不是例如说Tailstrike的问题 还是说 因为 因为过去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后超时 或什么的 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事情 这个东西 还是我不小心听到的东西 所以 其实我觉得 他们有很多不稳定性 而且他们的机队确实也是不够 然后排的可能也是有点过满 不像是你看那个 那个长榮 他在松山被雷打到一个 他马上 马上升了另外一台78710 然后就 就杀到 杀到 杀到这个松山 其实 这个 这个长榮78710 也是一个相当相当有问题的一个机种 我说他也是有一点长坏了 在我的 在我的不怎么敏锐观察下 我觉得他也是很长坏 但是 你不会收到那种讯息 说什么 他这个delay了8个小时 原因是 灯号异常 不会 就delay两个小时 这我们之前也都报过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在这件事 这件未证实的谣言之后 有另外一则的谣言 就是说 他们从这个Fleet 他们就那个机队的管理 管理部门 就有 就有禁止了 这个 禁止了FO去做lending 好 我这边解释一下 这边他写说 FO is suspended to conduct lending from now on 这个我觉得这句话超级凶的 就是腹地势现在 从现在开始 暂时都不能降落 都不能落地 那所以现在都是在 就是 等于是 政绩是在落吗 这样子 我想 奇怪 为什么要 为什么是这样限制 我觉得这个限制很有趣 就是为什么是直接进FO 为什么是FO全禁掉 就是应该说 暂时不让FO去 去这样 我觉得 其实我先说 这个资讯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核实 我是认识没有办法核实 但是这个东西的 这个出来的缝隙 也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 我是觉得蛮扯的 我是觉得蛮扯的 那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会知道 就是 还是我一直在讲的事情 有时候 我们收到的资讯 是别人愿意放出来的消息 或是说 有一些什么 奇怪的原因 所以我们才会收到这个消息 如果今天 今天不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不是 假如说 例如说内部有什么一些状况 我这边是乱讲的 但是不是 不是我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 像里面上 这个一些斗争 什么的 是不是要把别人搞掉 会不会就把这个东西 泄露出来这样子 我不知道乱讲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当然了 以一个乘客的角度 或是一个航迷 或是在做这个节目 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很顺利的去飞 也希望各位教官 可以顺飞 因为真的是蛮惨的 其实我听了 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 我就想说 哎呦 我过两天 我就要搭321NEO 你知道我是很少搭新语321NEO 我是有特别跳几种的 我能够搭330 我就搭330 能够搭350 就搭350 因为 毕竟载铁客机 还是会比较窄一点 我就想要再舒适一点点这样 那我就是 睽違了应该是 一年多吧 然后才达321NEO 我告诉你 这次在那个 中神落地的时候 我真的也是快吓到 就是 其实我不是吉时 所以我不会知道说 这算不算中落地 但是你会感觉到说 哇 它这个飞机又跳了两下这样子 那结果把它放在 我自己动态 但也不一定要去看 因为你知道 这个东西就 就是大家 这个 这个 茶余饭后讲聊一聊就好 不需要 不需要去评断人家 因为我们就是不会开飞机的人 所以 有没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没有操作上的东西 那就是人家的事情 那我就那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就想到这则信 我想说 如果都已经 suspended FO都 suspended 所以现在这个是 这个是机长在路 然后说哇 这个机长猜到我 所以机长也是这样 是什么状况 是 是有这么危险吗 我这样举例好了 如果今天有一些比较严 就是说可见度很低 或者是说 今天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 某一个跑道 某一个情况 那你要飞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FO可能 确实会被禁止去飞 那就是表示说 这个飞行难度 降落难度 可能是有点难 那 现在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看不太懂 那我也不知道 我是随便乱 我在 外行人在试图去 理解这个事情 但是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是 所有的FO都被 就是暂时的 不让他们landing 我觉得蛮有趣的 当然 有可能这个消息 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Telstrand 那个应该是真的 Telstrand应该是真的 那后来是不是真的 有这个东西 我都是半信半疑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 确实这一台 这个Bravo58205 这台的机会编号 它目前都还在我维修当中 那我们就看之后 会不会有更多东西 听得到 那就 对啦 就这样子 就讲到这边为止 我是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 我只是看到一些 不止一个的证据 这种未经证词的谣言 如果只看到一个 我是不会爆的 那如果看到很多个 而且不是我主动去要的 是我可能在这边看到 又在那边看到 那我可能就把它放上来 那有些 有些东西 大家就听听就好了 真的不要太认真 认真不要太认真 好 那我们再讲下一个 是日本航空 日本航空的话 那最近有一个 这个神秘的一个活动 到应该是9月底吧 那就是如果你要用 他们自家的里程 去兑换非美系的 这些 不是美系 非美国的所有的航点 那它的单程商务舱 都是3万5千里 那这个3万5千里的话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刚需的话 你这样的换 你从美国回来 或是从亚洲去美国的话 去坐日本航空 也是相当相当的舒适 而且只要3万5千里 虽然它税金非常非常高 它这样单程的税金 大概是要1万块 一万台币 但是日本航空本来就是 日航兑换自己家 它日航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有些DP显示说 你可以再花4万5千里 一样是自家里程 再升等到头等 那所以最漂亮的一个结果 就是 应该说最漂亮的一个计划 就是你先使用3万5千里 去兑换了 例如说东京到纽约的 1350-1000的商务舱 然后你在零柜 在当天报到的时候 这是确定是可以做的 就是在他们公网 是有写这件事情 零柜你可以再用自家里程 再去升 所以是你先用自家里程 再去兑换之后 再用自家里程去升 是这样操作 不是说什么 你今天用外加 你用什么AA换 应该是没办法这样操作 你就自家加自家的 这样上去 自家的票号 然后自家的 这个里程气候 然后再零柜再升上去 再加4万5上去 所以最便宜 你可能4万5加3万5 8万 8万0就可以达到这个头等 虽然说头等本身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提早换的话 你可能也可以换到 差不多一个价格 差不多一个手续里程单 这个毕竟就是他的票都 他票还有一些 在1月到3月这边 就是你飞美国的 你飞美国或从美国 回来东京的话 那其实这个3万5 在1到3月都还是有 那不要忘记 这个之前也有提过 这个是Baron Dada 提供的一些资讯 就是你其实可以加一段 国内线在前面或后面 然后让这个东西 Merry Simon起来 那你会看到更多的票 那这边推荐的都是冲绳或是大阪 我个人觉得冲绳或大阪 那Baron Dada前面有提示说 你可以试试看一些 二线的程式 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 试了几个都没有特别特别的有 出奇效 但是 Baron Dada会这样讲 应该是有它的意思 所以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玩味 那总之这个 不是 日本航空 如果你今天想要打 这个他们家的 一些产品的话 你倒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自己是比较想要打 他们A350-1000 那我以前剩下的777和787 我就觉得很好 先等你更新吧 等你更新再说这样子 因为还有更多 很好这种夸扬的东西 甚至我觉得你搭新鱼就更舒适 这个还是很不错一个产品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 那我们可以提供更多东西 就是你其实可以用 有人说这个里程是可以再加上去 然后再升的 但是是要当天零贵 详细请看一下在官网的这个部分 好那再下来我们要讲这个新闻 但这个新闻我原本是要讲比较久 那我现在决定要把它缩减 原因是现在我录音期间 其实是11点40分晚上 然后我等一下转档 可能要转一个多小时 因为比如说会转很久 然后我明天早上我大概 我大概5点钟要起来 所以而且我今天是没有睡 我今天没有睡 我明天早上还要那么早起来 然后我明天要修行 一整天的这个日航的国内线 虽然日航国内线 修行起来是舒服的 但你还是会觉得说 好累喔 我今天完全没有睡 而且我写这些东西 刚刚那些东西其实是 确实是个脑力活 所以这个就让我先就是水过去 但是这个新闻其实有点严重 就是英国航空 英国航空在上周末的时候 取消了一些上百的航班 那一样他们在 在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写的也是 我觉得写的也是蛮严重 就直接用operation meltdown 你知道他们想用熔断这个字 熔断这个字 听起来真的相当相当的有 有威慑力 所以我具体也不知道说 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总之在上周有一些 这个银行 然后有一些 我印象中 我自己看到的 便面的一些东西 那包含说 他们的一些系统上面 有挂掉 然后而且 而且他们停飞的航班 有点多 那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有点tricky 因为英国航空本身 就蛮常在当天早上 才取消这些航班的 所以如果你当天早上 如果六七点的时候 你起来发现说 你被取消的话 应该说 如果你有搭 当天有搭英国航空航班 或者可以早上六七点 起来看一下 你是不是有被取消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安全一点 但你有可能会在那个时间点 在你这个 其他大厅早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会砍班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今天 在英国航空被砍班 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有这个UK261 刚好就是我们前几周 讲的U261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只是变成UK 那UK261的话 本身它的赔偿 也都相当相当快速 你基本上 你file这个文件之后 它大概一周内 就会下来了 这个以欧美的 这个速度是超级快 那当然你还是要保 你还是要维持 保持你原本所有的资料 跟一些相关的东西 你要先准备好 你要先知道 你什么东西可以climb 然后你再去消费 或者是你再去把这些东西 给可能有多个copy 或者是把它留存 因为有些东西是 随着时间过去 它那个东西会越来越看不见的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 比较proper的一些保存方式 所以我这边就建议大家 就是要稍 如果你是会跑欧洲人 这些东西都是一定要 稍微去理解的 因为这是你的权益 那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再去 你可能会上市一点 你的金钱的损失这样子 英国航空我觉得他们在赔里赔上面算是蛮大方的 我觉得算是蛮大方 这蛮意外的 但是也有人说他们比较难缠 所以这个我觉得众受分裕 但我个人是偏向他们算是相当好赔偿的 好那再下来我们再进到后补新闻 我真的好累 后补新闻的话 我们先讲两个HAYA的东西 一个是HAYA跟汉莎的账号是可以连结的 就是你可以link一下 link完之后呢 你没入住KAYA的这个房碗 那他可以送你1000里的汉莎航空里程 我觉得这还蛮香的 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再来就是HAYA跟AA的这个status match 就是美国航空啊 那这个是很 这个我现在都会把它留在这边 那就是怕有些人可能第一次听啊 或什么的 那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就提醒一下大家 再来下一个新闻 是我喜闻乐见的 就是联合航空 讲到联合航空好像有点不太好 但这个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他们即将要为他们1000多架飞机 提供免费的STARLINK WIFI 这也是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台湾也尽可能 你知道我们离STARLINK 最接近的一个航空是叫什么 STARLUX 然后你还 你的网络是这个国籍最懒的 国籍都有点糟 有点不稳啊 这有点不稳 所以你不觉得STARLUX 应该要做点事情吗 赶快引进啊 因为这边在联合航空这边 他声明是2025年会引进 而且是1000多架 都是提供免费的STARLINK STARLINK的好处 就是它本身是帝国卫星 所以它在搜寻方面 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那基本上它应该是可以 屌打现在的这些网速 所以看影片啊 什么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一个东西 那我希望说 之后我可以去尝试 有什么STARLINK在 接近亚洲的班级 我会很想去尝试 然后去测一下速度 因为这真的很有趣 好那下一个新闻就比较不有趣了 但我又没有办法放在正新闻了 但我们今天的正起的新闻 都是长得有点某一种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被我放在比较后面 这些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 737 MAX 9 它在跑道要起飞的时候 它紧急忠实的起飞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它要避免撞击到一架 西南航空的一个737的客机 那这边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它在这个跑道要起飞 它在这个准备要起飞 然后准备要 就是只要在跑道上跑 我这样讲好了 它在跑道上跑 然后呢 但是它就发现 ATC这边有个指令 是让另外一个 另外一台飞机 从它现在要起飞 这个跑道 横的这样度过去 但是在雷达什么上面 都不知道为什么 都没有写这个东西 但都没有画这个东西 这样有一台Southwest 要这样走过去 但是呢 它听到ATC这个指示说 你要横跨这个跑道 然后这样过去 所以阿拉斯加特这边飞行员 就直接紧急abort 就紧急中止起飞 所以避免了这一次 非常可怕的一个意外 因为 如果这件事情这样撞下去的话 就是几百个人 就一定是不见了 因为 这个 这真的很可怕 因为它真的就是飞机 就真的是这样子渡过去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这边有留一个影片 但影片其实没有讲的 非常非常清楚 不太确定是这个城市 或者是这个机场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那他们没有那种很明显的 没有那种什么录影 或者什么 可以让我直接看到说 具体状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详细的状况是未明 但是就是听说是 阿拉斯加航空这个机持发现说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ATC即将要指示一个 飞机这样子横跨 他们现在正在起飞跑道 然后造成了一个 紧急中止起飞 那当然紧急中止起飞 其实也让他们 这个飞机本身的这个轮胎 这个主轮是有受损的 这个轮胎就必须要 就再换一个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小事 因为这个真的 这个撞下去 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新闻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 好像没有讲说什么 737 MAX就出事了 这个可能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这个算是飞行员的一个 非常非常机智的一个反应 好那再来是下一个是Emeritt Emeritt在今年的10月 那应该是会拿他们第一架的C350 这个东西一直在延迟延迟延迟 那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 会在下个月会拿他们第一架E350 所以我觉得蛮期待的 那这个就可以再去观察下去 下一个ISG ISG我们上周有提到一个 就是好像有一个前导板 有人就讲说 你接下来这个活动只住两晚 然后你获得3000分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所以大家记得要去登记一下 这个ISG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算不消补 那这个走期是9月19号到12月31号 下一个是台新Point 就是如果你有台新这些信用卡的话 它好像有些都转成台新Point 那在最后有一个 如果你要转国泰的话 就是转Emeritt的话 那在9月27号 26号以前的话 要赶快转 因为在9月26号之后 那就会必须要 就会改善 这个兑换的 兑换的这个比率也就会变差 那这个是来自A加里程玩家的这个图 他们一直都做图 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而且好懂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你知道台新Point 你没办法在App上面直接点一点就换 所以你还要打客服 非常非常的低智能 我只能这么说 那再来下一个是 我原本也想要就是当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新闻再讲 那就是这个在中欧跟东欧的部分 那有暴风袭击 这东西造成了这个奥捷波 这个奥捷波其实是三个国家 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然后罗马尼亚斯洛法克 这边呢 他们很多地方有淹水 很多地方在这边 因为他们平常不会有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猛烈降雨 所以在这个疯狂的驾雨之后 在这个几个城市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惨 然后有很多房屋受毁 这个受损 包含这边罗马尼亚这边 就总统就说 这边有四个人死亡 五千的房屋受损 以及两万五千的房屋断电等等 匈牙利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那捷克呢 波兰呢 也是在水位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往维也纳 或是往这个捷克布拉格 这个区块去旅行的人 请你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当地的这些交通 因为已经被影响的乱七八糟了 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这天气真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惨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 就是 就是 度过这一段期间 那这个 最后他说 在奥地利南部出现了时速146的强风 而当地媒体报道自 昨天以来消费人员已经在首都维也纳 动员了约150次 以帮忙清理布满长海的路面 抽取地窖的积水 然后奥地利的北部 东北部地区已经宣布为天灾区 非常非常的惨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惨 但是 这可能就是 如果你有需要 你有去的话 就请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 最近一个美卡转点优惠是City 就是这个美国的花旗 然后转给LifeMiles的话 有个加成25%的一个优惠 再来 今天我航讯就全部跳过 因为航讯我真的今天没有精力去整理 这样子 那点数这边里程 我就是顺便提到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来到9月了 那9月的话 对于像长榮他们 每一年 每个日历年会清 清那个 清那个名单 清那个名单 一直就是说 其实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因为 下一年要reset 所以他现在就可以用便宜一点的价格 赶快把这些东西 赶快把这个里程给卖掉 所以 那在年尾的时候 这个长榮里程会 价格会下降一点点 会下降一点点 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了 就是 如果你不 如果你是要卖 但是你不缺钱 你可以等到明年1、2月再卖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你今天有这个 你可以去 针对你自己的售让名单 然后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 可能你会需要 用低一点价格把它卖出去 但是所谓低一点可能就是 降到什么0.51之类的 因为现在大概 最后这个金额 大概都要0.52到0.53左右 那皇航这边部分 我增加了它上缘 原本是写说0.52 现在增加变成0.52到0.54 那其实好像还有到0.55的 再来长榮升等券 这边最近有看到 1万6 1万5的 所以这边就把它改成 1万6到1万8 每一张是这样子 那最近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社团 在LINE群里面 就有在卖土航的金卡 土航金卡提名两年 大概它的价格 大概在3万2到3万5之间 但是还是要小心诈骗 因为这种东西 很多人 因为它单价金额其实蛮高的 而且坦白说 他们Apple 或者是他们这些东西 都做得很丑 所以如果他们要 批一张假的金卡 给你骗你这样转账 你还是要小心 你还是要有一点点头脑 去判断一下 人家是不是错的 例如说希望提供他们的这些 这种飞行记录 或者是问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有办法去试破这些东西的 好 那点数这边就到个段落 还有最近有在卖Choice 但是因为这个Choice的点数 我看起来不是最好的 不过我之后下一周再补好了 Choice应该是有在卖 再来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这一次有一个最高60%的一个加成 这是最高60%最高60% 最高60%这边的单价 大概是在0.5896 跟这5898左右 那我个人不会买 因为我自己的阿拉斯加 可能都会用万豪去转 万豪就是可能从平安 平安万里通这边转过去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东西我是已经早就买足了 那我自己都是觉得 如果你60% 70% 60或70%以上的话 是可以考虑买 但是啊 现在的新宇 跟以前的新宇的换票的逻辑 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现在它可能只会放EC啊 然后可能EC2Y或EC1Y 就没有那么好放了 所以大家要稍微观察一下 因为你知道 就像我在节目中间有讲的 就是其实听这种东西啊 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能够跟别人保持这些资讯的落差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对很多高手是没有那个 就是会弥补这些资讯的落差 那你有没有办法继续领先 或者你有没有办法去把这些 就是人家不会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把它换到 或者你知道哪边有票 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放票 或者是你甚至知道说 这个他喜欢放票规律 那你就会比别人赢在一些点上 所以就共勉之劳 我觉得这种资讯 有时候是蛮有一些价值的 那希望这一集大家就会喜欢 那我们最后来念点政治贤金的部分 有一位小黄 小黄500 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写任何东西 所以就是小黄500 500的可能是下午5点的意思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 有订阅 订阅有一个是阿森 阿森感谢你的订阅 留了一个留言 一个emoji 赞的一个emoji 然后另外一个是马卡卡 感谢马卡卡的订阅 好了 今天应该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然后如果你是要订阅或什么的 那我们的这个万用连结 我们有link tree 就是有一个传送门 里面应该什么东西都有 不管是你要Eric的YouTube 还是Eric的IG 或者是我的什么IG 你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自己的节目IG 基本上现在已经荒废了 我现在觉得很懒惰 很懒惰去更新那个东西 我那时候 我现在才更新到430多集 但我现在已经500多集 所以我有六七十篇的贴文要补 我可能就不补 我不知道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去补那个东西 所以大家就 先感谢大家支持 然后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 应该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联络到我 那就这期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要去休息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咸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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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位